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讲讲一些转会的传闻 大家都知道 转盟联一定是比较多的报章会谈论 所以今天就会讲几宗转会传闻 包括詹美尼斯、新组、哥利巴尼和文迪斯 大家在最后留下听一下究竟谁是文迪斯 是不是经理人文迪斯还是怎样 首先讲讲詹美尼斯 最近有些传闻说曼联对狼队的前复詹美尼斯有兴趣 我自己都知道对这个球员很有好感 Duncan Castle在他的Podcast 和大家分享了 除了曼联之外 也有多少球会 尤其是现在来讲 祖云达斯对他很有兴趣 因为希古恩 大家都知道 人工高 但入球比较低 还有一年合约 所以很大机会他都会离开祖云达斯 他们就很想赞美尼斯去代替他 但最新的消息就是赞美尼斯的爸爸 他爸爸就说 我很开心 曼联祖云达斯或其他很大的球会都对我儿子有兴趣 暂时来讲 他就说他儿子狼队是很开心的 亦都希望和球队一起做到一些事情 因为他们现在都在竞逐中 前四或前五的位置 希望能处理欧联帝 但是Duncan Castle亦都说 狼队的取态就是说 如果你有适合的价钱 其实他们是愿意放的 所以现在的状态就是说 我想祖云达斯未必想走 但如果你愿意出钱的话 其实是有机会的 第二个 新组 新组是谁说呢 就是David Austin 也是一个相当有名的 关于转会的记者 他说 其实多蒙特一直的取态 都是很简单的 只要是对的价钱 他们就会放走新组 这也是多蒙特一向的做事方法 但是众中之众 David Austin就说 他在一个Podcast Austin & Chapman 说 多蒙特 现在要求新组的价钱 都没有什么改低 是1.078万英镑 你就可以买走新组 这个就是他得到的资讯 所以新组究竟是否真的值1亿以上 还有我们之前那几天都说过 究竟1亿以上的转会 其实都很多是 慘淡收场的 包括古天奴 Gao Felix 或者丹比利 去巴塞的 全部都是敏敏的 究竟 会不会这一件又会成为 另一件大件事 如果真的成交的话 第三个就是 Golibale 媒体就是 La Parisian 就是法国的媒体 说什么呢 原来 PSG觉得 拉波里 现在的叫价6300万英镑 就太贵了 所以 曼联只要肯出 6300万英镑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竞争对手 你可以买到Golibale 其实这段报道没有提到 利物浦 因为利物浦理论上 和Golibale 也有传闻 但是 利物浦会比6300万 买多个中坚 大家自己考虑 自己想 其实曼联也是未必会的 为什么 和大家说一下 刚才那三位球员 新做当然年轻 但是 詹美利斯和Golibale 都已经29岁 身价也相当昂贵 也不太符合 苏联是祖军的心态 虽然 无论是Golibale 或者Golibale 或者Golibale Humanis 其实都是敏敏的 当然新组 大家都知道 苏联只要对他有兴趣 但是 重中之重 稍后有机会 我会开一集说 就是 刚刚我们出了一个 业绩报告 很多朋友已经做了很多分析 我有另类的看法 我稍后再和大家分享 但是 有一件事要在今天说 Ed Weworth 阿木仔 就说 他的想法上 未来的转会枪 过7千万的收购 多数都不会发生 这是他自己说的 在快报会上 信不信由你 如果假设他这件事是真的 这三个转会 我想都不会发生 因为 我想这三个转会 除了Golibale 6千多 是符合7千万以外 但是 一个29岁的球员 又不太符合 苏职一查 这三个转会 大家只会听到楼梯响 最后一件要和大家说 最有机会发生 就是 文迪斯 大家一定知道 不是经理人 George Mendez 但是 其实跟他同性 也就是 Mendez 就是 Neuro Mendez 这位球员 他的经理人 的确是 George Mendez 因为他是一位 葡萄牙球员 大家都知道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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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 葡萄牙球员 都是文迪斯 做agent 这位 这位 就是 17岁 好像 是 左閘球员 也是 左閘球员 17岁 最搞笑的是 刚才我们早期说了 Melo Tori 也是左閘球员 这个也是左閘球员 不过就是葡萄牙 大家可能都记得 我们都有个 葡萄牙的右閘球员 Darl仔 如果真的买他 左右都是葡萄牙球员 葡萄牙雙閘 究竟是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这个球员 跟我们之前一直有拉扭 第一 原来 现在爆出来 Daily Star的报道 当时我们买葡萄牙球员 有机会 亦谈过一次过买卖 因为他也是在踢市 大家要留意 所以 当时说 买葡萄牙球员 就是一次过买卖 Nuno Mendes 但结果没有发生 但很明显 就是 Buno Fernandez 对他有一定程度上的认识 对他的评价也不差 另外 另外 另一位前球员 就是 阿兰尼 大家都说 Buno 也有说 他来曼联之前 也有跟曼联谈过 原来这位Nuno Mendes 纽劳的 柳劳文迪斯 其实 阿兰尼也算是不错的球员 也算是 万元也可以考虑 他的联谈 合约和史伯城 到了2021年 他暫時也不願意同時不斷續約 所以 轉會槍還要一年合約 要給一些轉會費 可能一千萬磅已經完成了 對於一個這麼有潛質的習位球員 其實一千萬磅應該是OK的 但他只剩下一年約 如果等多一年的話是free的 我想我們現在也有經驗 free不代表什麼 因為要給更多人工可能更是虧的 經過Sanchez的經驗 我想free未必是一件好事來的 對於球會來說 OK 所以這個球員 我看回大家的報導 或者看過他的資訊 數據來說都是一個不錯的球員 Daily Star也說了幾句關於他的長處 他就是士不停的 青年隊 他正在踢踢 但他經常跟一隊訓練 其實跟Daro有點相似 其實還未正式上位 他就是U19 的角角 當然是很有潛質 很有將來 他就說現在 他的強項是一個進攻方面相當不錯 扭球方面都OK的一個 習位球員 說真的 現今的習位球員 大家都要求除了防守之外 都要有一定的進攻能力 他也算符合了這個資格 上幾天 說巴勒托里的時候 我已經說了 其實我們要找一個左閘球員 是不奇怪的 OK 但是 始終這個Mandes 很年輕的 只有17歲 巴勒托里 Malo Tori 就是23歲 所以如果 如果真的 我們要找一個左閘球員 就是這樣對 OK 因為始終 他跟 Benner William 差不多年紀 變成 未能夠 做到對Soy 做一個很大的衝擊 或者一個爭位的情況 再加上其實他也未正式 完全上了一隊 所以 這個就是 時間上早 最後一件事 想說兩句 其實我們之前那幾年 有一個 不是太好的經驗 就是 非常之以重 一個 經理人 那個就是Mina Raola 大家記不記得 無論是MK仔 伊巴 寶巴 甚至乎努加古 都是Mina Raola的球員 我們基本上所有的 要員或者收購都是經過他的 現在這個情況 當然我們跟Mina Raola的關係 當然沒有以前那麼好 未必那麼大機會跟他買球員 雖然跟我們扯上關係的 夏蘭達 或者Dizzi 都是他的球員 但是現在 另外一個 文迪斯 會不會如果我們 Buno是他的 其實Buno嚴格來說 不直接是他的 不過他有份參與 但是Dizzizi 一定是他 如果有 太多的球員 跟他扯上關係 是不是又是一個 不是那麼好的一件事呢 這件事我相信 萬聯的高層 一定要想清楚 還有 我自己覺得 這個文迪斯 雖然聽下去 挺吸引 1000萬英鎊 的確挺抵賣 但問題是 他也是一個 有可能性的球員 我們也有Daro仔 年紀中大一點 究竟 會不會 我們 有Brandom Williams 做了一個同樣的事 而我們要做多一個回來呢 這個我想 管理層可以考慮 我自己覺得 如果真的 要買一個阻集 衝擊的話 Melo Torrey的機會 是大一點的 OK 這一節的節目 到這裏 希望大家喜歡 聽完這條影片 喜歡萬聯新聞 一分鐘的頻道 記得訂閱 另外我還有另一個頻道 叫做 萬聯球迷拍大巴 大家都可以訂閱 這一節來到這裏 拜拜